大家好 欢迎收看明镜电视今天大新闻 我是安华 现在时间是中国时间2019年的10月18号 我们今天有三个话题要跟大家一起讨论 首先我们来把话题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那么这两天突然有很多微信群据说是被解封了 那么我们看到现在中共的19届四中全会一直难产 现在有消息说可能在10月24号左右召开 那么在这次全会上应该说习近平目前的处境很尴尬 腐背受敌 那么有消息说他可能要对这个反习势力进行摊牌 不管怎么说 现在这一系列让人感觉到很诡异的这种现象 可能是有人背后在黑这个习近平 那么习近平会拿谁开刀 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题目 第二题目我们来看看 那就是现在川普总统和佩洛西议长 这个昨天在这个会议上是不欢而散 那么佩洛西是离析而去 两个人也是进行了面对面的 以及之后的这种隔空的这种互相的互怼对骂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双方的这个矛盾似乎是已经不可开交 而且是民主党的这个总统的竞选的辩论 在俄亥俄州前两天之前这个辩论呢 这个辩论过程当中呢 一致发出这个信号就是要铁了心的 要弹劾川普 那么中共在这样的一种局势下呢 似乎又开始打了小窜盘了 那么要辨识这个风向 要看看这个川普到底值不值得去挺他 那么如果说民主党方面的的确是有这种领军人物出现呢 是不是又可以给这个川普提点小条件呢 我们也看到了之后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消息 就是中共方面要把这个取消关税作为一个贸易谈判的一个条件 那么这是我们今天第二个话题 第三个话题来看看香港问题 香港问题林郑啊 林泰呢 这个昨天在这个立法会啊 做这个政府报告呢 做不下去 被这个民主派的议员的轰下台了 之后呢 用电视播出 那么我们就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习近平啊 这个人呢 他对这个很多人 很多事都是很蛮横啊 或者说是很这种很强势的这么一个领导人 那么唯独对香港问题啊 从6月9号开始到现在 一直是似乎是在隔岸观火 故作高深 而且呢 显得是优柔寡断啊 没有明确的这种民事 那么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们这是今天的第三个话题 接下来请出今天的节目的另外两位嘉宾 一位呢 是明镜电视明镜火拍大事小平主讲人 郑小平博士 小平你好 安华好 观众朋友们好 还有位呢 是资深的媒体人鲁南先生 鲁南先生你好 安华好 小平博士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 我们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第一个话题 那么微信群的这个解封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号 那么四中全会 习近平会拿谁开刀 那么我首先呢 请小平博士呢来就这个话题发表自己的见解 小平 这个话题比较大啊 确确实实微信群有很多被解放了 我在的微信群呢 我稍微举个例子吧 有一个群啊 他是他编数字 编数字以前分的很多次已经不错了 他就干脆编数字 从12开始编起的啊 我记得 然后呢 现在是24 那么等于24到12全部已经被杀掉了 那么今天呢 我看到12到23之间有很多 这个号啊 又继续在工作 大家问是不是又活了 这是一个例子 确确实是有很多 这个被解封 但是呢 这个他有 什么样的一个信息 这个 并不是很清楚啊 我看到的一些解读啊 说是 说微信的后门啊 有问题啊 这个被黑了 这个系统出了问题 这个他不代表 什么呢 一种正面的一种 信息 那么实际上啊 这两天呢 我觉得不仅是这个微信呢 被解封啊 你可以朝好的方面去理解 如果你要想好的话 你朝好的方面去理解 另外还有一几件事情呢 都是可以去朝好的方面去理解的 那么 例如说 赵紫阳的这个百年名当啊 那很多人能去赵紫阳那儿 去祭祭奠 而且呢 当局反正给的这个麻烦啊 不像以往那么多 更大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 赵紫阳到百年名当之际呢 他的这个骨灰可以安葬了 这个是相当大的一个 一个进展 是 是 是 原来 原来一直是没有进展的 这个是一个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丁思孙的这个去世 北大的这个老校长 老校长 他说我在那个时代的 战学的时候的校长啊 他的去世呢 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因为有一个说法嘛 北大两个最好的校长嘛 一个是 说是蔡远培 另外一个就是丁思孙 那么丁思孙呢 大家都知道 他 是这个六四时候的北大校长 他在某个意义上 是六四时候的北大校长 也是六四事件下台的校长之一 还有一个八十年代的 那个时候的校长之一 现在 这一次丁思孙去世之后呢 大家怀念 八十年代的那几位 值得 纪念的校长 丁思孙 这个 朱九思 华中工学院的那个时候 张开源 是这个华中四方大学 张开源是 华中 是这个 上海的 我不知道 一下想不起来 对不起 观众帮我 纠正啊 江平再加上这个刘道玉 刘道玉是武汉大学的 就是说 连着这个丁思孙啊 那么怀疑那时候的几位校长 那么我看到的丁思孙的待遇呢 他是比较超前的啊 他超高的 就是他在四四前后和这个到他最后的这个 八宝上的这个 追悼会呢 那都是最高规格的 习近平和帅常委 在这之前或者在之后都是到场的 这样我觉得也算一个积极的一个信号 对不对 对对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那么所以说 有些事情呢 你往开了想 是积极的 但是你再多想一点的话 你也别想太多 这个 中国的事情 在当下你不能想的太多 因为这个 你可以把它跟四中全会联系起来一块想 也可以 四中全会我们说是拿谁开刀 那么呢 我觉得这个四中全会 基本上不是一个拿谁开刀的问题 那么 他是一个就是说 他从一个秘密这个 谈判 和这个关门的这种博弈 最终变成可以开会这个事件本身就说明 如果有斗争的话呢 应该党内斗争告了一个段落 大家去读读吴国光先生研究中共党代会的这个书 他有一个结论就是说这个大会能开的话呢 一般的就是团结的大会 胜利的大会了 最近 背后的这种交易已经做完了 对 他说这个斗争主要在开会以前 那么四中全会呢 他这个开会呢 是拖了很长一段时间的 而且到现在日期还没有最终确定 这个24号左右 对对对他这个 那24号左右也是人们对这个议程的一些分析 为什么呢 因为 他是根据这个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 已经披露的 重大的这个 政治活动的信息 来来排位子啊那么 实际上最晚的一个 会呢是21号到26号栗战书要主持 人大参会第四十四次会议 那么呢就想21号到26号之间开这个会的可能性不大 这个 那么呢这个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 胡冲华的日程啊 王岐山的日程啊 都在10月20号 前后 王岐山是 22号要出席 日本的这个 庆典的那个天皇的庆典 所以说 现在一个说 唯一的一个空档是18号到20号 这几天的空档 这个没有重大的这个 出访活动 那么另外就是26号以后 所以说这两个日期啊 这个开会的可能性比较大 一般的会开三到四天嘛 所以人们 他说这个 10月份是已经定了 问题10月份也没没剩下几天了 所以就说 那你不你不可能最终是 食言呀 对对对对 他是说十月份开 现在不数了吗 就是10月18号到20号 有几天空档 然后26号以后有点空档 就这两个可能性 开会的可能性比较大 那么 自 你二中全会和三中全会开了以后 到四中全会 过了一年半还多 这是人们担心 为什么一直没有开 因为 这个胆章规定的一年开一次 那么你怎么算了啊 这个一年开一次 2018年一次 2019年一次 是不是啊 那么至少一次那么2019年他12月31号以前开 那都算开了一次 都算 都是开了一次 但是这个2018年呢 他在两个月以内不到的时间连续开了两次 两次嘛 他如果从 2018年的这个 第3次 2月26号 开始到28号结束那次呢 那么从这个二月份算到2019年2月份 实际上过了一年了 但是你按年算 他没过一年 对按年头算没过 所以说你 你不能够 你不知道他的标准 在某规矩上 他也类似美国的众议院 这规矩 他是有先例 但是那个 也不管用 他有很多先例啊 18届 四中全会有的都是9月份开 18届 二三四五啊 这些全会都9月份开 但是到了这个 19届这个 四中全会 三中全会之后呢 他开的时间 他也不是9月份10月份 所以说共产党这个开党的会没有先例 他想怎么开怎么开 基本上是这样 虽然也有胆章啊 那么最关注的是内容 内容呢我现在我先不说 让鲁烂先生先说好吧 好的 那么请鲁先生发表自己的见解 您对这个微信群的解封啊 还有现在这个 19届四中全会 迟迟这个难产 到现在 有什么样的分析 这个微信群现在已经深入到中国人的这个 日常生活里面 可以说是在这个互联网 出现以后 最大的一个这个传播的媒体 因为在中国 据统计 使用经常使用微信的人 有大概 8到10亿人之多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 最广泛的一个传播工具 所以呢 就是微信 被这个中国政府拿来 呃作为这个 这个管控 雨情的 这么一个重要的工具 呃 几年之前 我们这个 这个人大校友 通过这个 微信群啊 他就传播了一些信息 然后也推动了一些 这个社会的 热点事件的 一些这个 发展 那么 打从那个时候之后 就是大概是2017年的这个 中期开始 就是对微信的管控是越来越严 而且他上升到一个国家的层面 来解决这个 现在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甚至说 像中国政府 过去把这个整个的电信 传播这个业体 当然是这个媒体啊 是早就拿在手里面了 所谓的广播电视 报刊杂志 这都是一统天下 都没问题了 在网络出现了以后 这个 通信的这个主干线 成为一个管控的 另外一个方向 比方他的这个信息啊 信息传递电话 等等这个 变成人们传播信息的一个重要渠道 但是这些呢 因为中国的几大运营商 也全部被中共拿在手里面了 那么这个也是管控的非常严格 呃 当自媒体出来的时候 尤其是微信出来出现了以后 给人们传播新闻信息 还有互相联通 呃有一个新的空间 那么在这个新的空间 中国 政府还没有把它完全 拿到 呃 达到一种 日增完善的管理模式的时候 对老百姓的信息的传递 新闻的传播 社会热点事件的这个推动 都还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的 但是自从2017年中期开始 呃 中国政府 对微信的管控 也日趋严格 呃技术呢 也日增完美 不停的通过封群封号 那么达到很多这个 消 消除很多射点事件对政府的这个压力的这么一种作用 包括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 现在 用的是越来越完美 那么最近一两年之内 呃 就从2017年以后的这个时间里面 很多大的热点事件都很难 在社会上 行起 呃 大量的语情 来做这个反应 那么这样的话呢 对于 呃这个习近平 的统治的威护 是起到一个相当重要的作用 嗯 但是很奇怪的是 就是今天 呃早 呃 今天的这个 纽约时间的早上 也就是北京时间的 呃下午晚上这段时间 很多过去被封掉的群突然的 都活了起来 我们有一个群 就是人大校友有一个群就是这个 有些工资 呃 这个知识分子 还有一些这个人大校友共同组的一个群叫 国家精神群 那个群已经被封了到目前为止是33次 我们现在的这个群是第33个群了 其中我们有二有一个群在 二十六大概是左右的是那时候 呃我是群主 我就起了个名叫 封你奶奶的腿 今天早上 突然发现他奶奶的腿可以伸腿了 突然活了 有几个人就觉得是不是诈尸了 所以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在这个世中全会 之前在这个中美贸易战打的不可开交的这个时候 突然有这么一个现象出现 所以这个社会上有很多的猜测 有很多的议论 其中有一个 这个很热点的是 大概是15号 公安部 公安部 打击电信诈骗犯罪的一个跨部的联合工作组发了一条公告 那么就说在 云南的普尔地区 由于在这个边境地区大量的存在这个 炸电信诈骗活动 所以呢 封了很多的这个 微信号和QQ号 给出了很多公告 如果你的这个微信号 被封了 误封了 你可以通过自己的身份证 电话号码等等验证的这么一个 程序 去申请解封 很多的派出所 也提供了很多的这个 电话 解封的手段 这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一种现象 说的不寻常在哪呢 就是 他暴露了整个这个微信 就是中国老百姓现在作为日常交流非常重要的 甚至可以说他是第一重要的这么一个工具 绝对 被这个中国公安和国家安全部完全负责了 那么这个包括你看他解封的这个手段 包括封群的这种手段 都已经可以看出来 我自己是亲眼在这个 就是广州的这个珠江边上 到微 到微信的总部 门前看 就是在那个广州电视塔 就那个小慢腰的下面 然后微信的总部 他不跟腾讯的总部 在深圳是不一样的 这是放在这个广州的这个珠江边上 在那个门前 是有公安的这个警车 几辆警车 24小时的值班 就像对待国家的电视台 对 电台和报纸一样的重要 那么中国的公安和国家安全部 也通过微信 来监控公民 通信的正常活动 也从中 为找到很多的这个线索 为这个维稳啊 去做服务的 那么今天突然 在这个情况下面 他 有这个解封的这个情况 那么大家都认为这个是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么一个这个 一个事件 是不是像小平博士刚才讲的是向好的一个方面 大家都可以拭目以待 但是肯可以肯定的说 肯定不是有黑客 那么侵入到腾讯的这个系统里面造成了这么一种 为什么说呢 从技术上来讲 如果是黑客 侵入造成的 这种大面积的这个恢复的话 是一场技术事故的话 他可以在很短时间里面 采取断网啊 这个修复手段 或者甚至停掉一些这个功能的情况下 可以很快的修复 但是到目前为止 就是10分钟之前 我还在尝试 尝试有一个这个过去封掉的微信群 他的功能确实是有恢复了 那么就可以排除 黑客侵入和一般的技术故障的 这么一种情况 那么会不会是像小平博士说的有一种这个 令人鼓舞的一种现象出现呢 现在我们还很难判断 有人猜测 会不会跟中美贸易战这个双方谈判的相关内容有关系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这我也看到了 中美之间的博弈之间呢 还有一个有一条就是大家这个贸易 要对等 互相准入的条件要对等 那么其中 包括这个 金融方面 就是 中国的 上市公司在美国上市 要接受美国的这个财务 这个公开制度的监管 那么 中国的官员 在美国 如果到访各地 会见 那个 某些官员 人士 包括技术方面 政治人士 还有一些其他的方面都要 也要向 美国的 报备 报备 对 那么这个情况就是说 原因也是要求 跟中国进行对等 我们可以加以联想的是 那么中国的公司 可以在美国合法的进行经营 而美国的公司 而美国的公司 在中国 尤其是互联网公司 Facebook 推特等等 Google 都在中国是被禁用的 那么 那么会不会跟这个有关系 也是非常具有联想的一种情况 那么还有一种可能性 在世中全会之前 因为多年的倒行逆施 造成了 民怨沸腾 经济下行 也导致了各地的 这个 群体事件 不断的发生 加上云南普尔的 这一次的断网 封群封号 包括微信和QQ号 都大量被 封禁的情况下 造成了民怨沸腾 会不会是跟这件事情有关系 还是跟 其他的事情有关系 在 世中全会之前 来平息这件事 这是 另外一个看点 我想就是 说对微信这件事 想提供这种一个看法 我的个人感觉 就是说微信 我觉得也是中共方面的 就是说 实际上它是13年开始的 那么13年 出现了这个微信之后 应该说 在这么多年的 六年多的时间里 人们这种 对微信的这种依赖 是越来越严重 我觉得这个当中 实际上我觉得是有中共有意为之的 就说把这个 愚情啊 民情啊 汇集到这么一个平台上 一个这个应用啊 这个平台上 所以说呢 实际上更利于他的这种监控和管控 所以说现在 说这个微信群是不是突然解封我个人 我的感觉 我倒没有这么乐观啊 而且我觉得四中全会呢 习近平面临的这种压力 他这种腹背受敌啊 我觉得是很明显的 一方面就说他现在 在外面 外界呢 是面对着美国的这种 极端的这种施压 在国内呢 也有香港的这种 乱局啊 在等待着他啊 可以说他现在也是焦头烂额 在这个 结果眼上 我觉得他似乎拿这个 微信做点文章的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到 我的感觉不是很大啊 那么 小平我想请教一下您 就是您认为就是现在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微信群的解封 也说 您也说到了这个 四中全会的这种召开的这个节点啊 分析了一些节点 我们也知道他之前的中共方面所宣布的这个 四中全会的主要内容是所谓这种国家治理体系 这个现代化的问题 第五个现代化的问题 那么这个现代化的问题 似乎 和他的这种权力的这个巩固啊 我觉得也是 还是能够 达上戒的 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我刚才已经说了就是说我们说他伏辈受敌 刚才你谈到他伏辈受敌就是说 他是就是说处理内政外交的时候他会遇到一些压力 但是呢你从国内来看 他最大的压力就是经济 经济呢实际上跟美国这边的这个关系有很大的相连性 那么现在他在自立与跟美国之间解决问题 那么昨天 我的嘉宾陈小龙先生说 他说处死北京 从 川普连任的杀手变成川普连任的推手 这么一个华丽转身是什么原因呢 那就是因为中国经济没有增长点 他要依赖美国市场 作为增长点 这是他要回个头来 签这个第1阶段协议一个核心的因素 他要解决经济问题 那么这就是他的压力 那么如果 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协议在某个意义上习近平松了一口气 他松了一口气 北京在这个时候搭乘了某种第1阶段的这样一个 这个异项 不叫协议嘛叫异项嘛 在某个意义上 习近平他们这帮人 完成了一份考卷 可以拿回去了 这是四中全会 我想呢 别的人出产的话也不见得拿到一个更好的一个东西 这是一个共同的问题 这是 所谓的问题那么香港问题待会也许我们还会谈 香港问题他并不记得下手 你看看他现在 让你自己去打去 那没有警察真的处理 再来点别的 他这个 并不是记得要下重手 那么剩下的就是这个 所谓的 国家治理的问题 现代化问题 实际上大家在猜这个四中全会 重点是什么 这个肯定不是外界有很多人想习近平在这里要被问责呀 党内政治斗争啊 也没有问责也没有党内政党,党内政党都已经搞完了 核心问题是什么是9月这个 24号的政治局那个17次学习会议 他把这个 四中全会的一些我觉得一些核心内容 基本上都已经 披露出来 那是什么核心内容呢 就是说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 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建设问题 这就是他的 治理的这个新的模式 那么他要把这个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法律,它变成新中国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 新中国的法律制度 这个新不是1949年 是指习近平时代的 习近平这个年号的这个法律制度和国家制度 就是新的中国 这个这个新中国是习近平时代的中国 那么他要把他这个 新中国的这个国家制度法律制度 提升为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 这个他已经在17次政治局会议上已经说出来了 然后为人类 探索建设 社会制度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的方案 那么 构筑这样一个体系之后要进行学术理论 话语 体系的构建 为这个 制度建设提供支撑 这就是习近平这次要干的 基本上是这样我觉得 这是他的重心 这是往往他这个全会的都有一些显性的这些题目 实际上还有一些这种所谓这个讨论的其他事项 研究的其他事项 而且每一次全会上 也都有一些这种人事方面的这种 调整啊或者说惩处啊 那么应该说这方面 这还是一个看点 就是说 四中全会也有人分析的可能会再祭出几只大老虎啊 或者几一个老虎或者几个老虎啊 来拿这些人的这种政治生涯的这种 啊判了死刑呢 来来做出一个姿态 也就是说呢 啊 杀鸡 警猴 那么 这一次我想 四中全会应该说也少不了这方面的内容 他不仅仅就是 仅仅讨论一个所谓一个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问题 那么他在其他方面我想呢 应该说我我的可能这种判断比较 不太一样 就是说跟您可能不太一样的 就是说我认为可能这种斗争呢 还不一定就是说现在都已经斗争完了 之后才会啊 消消停停的啊 开一次这个四中全会啊 来开成一次 这个团结啊 这个奋进啊 古进的大会啊等等 那么这这一系列的东西呢 我觉得都是 既有台面上的 但是也有台面下的 台面下的这些东西呢 可能往往有些时候可能他更是 也可能在全会之后啊 公布一个结果 那么这有些是我们也知道的 当时这个 中共这个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候 实际上我觉得这那次全会呢 他就是一个边开会边斗争的这么一次全会 也就是说在全会完了之后啊 才达成了一个统一 那么某些势力啊 邓的势力呢最终占据了主导 那么 拿下了这个所谓这个凡事派啊等等 那么这些 也就是说 这个 这次全会我觉得之所以这么难产啊 当然大多数情况下 的确是显示出来 就是说啊 能够召开全会就意味着 这个事情基本上已经摆平了 但是我觉得这次到现在 连个具体的会期都没有 这个还是一个问题 我觉得啊 鲁先生 你怎么看 四中全会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 您的观点 您说 就是说在 呃 我在这一点上跟小平博士是一致的 就是在这个开会的时候吧 他要解决的问题都已经解决完了 呃 或者说他这个会就没什么问题需要解决的 就是一个场面的过一下场而已 呃 在这个党代会上是没有什么问题需要拿出来讨论的 呃 很毫无疑问是一个平淡无奇的 呃 这么一个过程完全走过场的这么一个东西 呃为什么这样说 呃我不赞成您的观点呢 就是您刚才举的例子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 在那个时候 空气还是相当自由 自由的 呃还可以有讨论 还可以有观点 大家都还是同志 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内大家互相都是敌人 不是你干掉我就是我干掉你 因为 习近平对自己的位置 呃从来都不是特别的有自信 从他拿掉几个所谓的大老虎 你看都是对他构成相当威胁的 这些人都是可以掌控 这个军队 呃国家安全系统 然后包括政治上的一些这个 潜在的竞争对手 像孙政才啊 团派的这些人 这一定要拿掉的 那么在肃清这些敌人的以后 在这个会 上面中国共产党的全会上面 没有人可以自由发言 或者提出不同的见解 大家想的都是怎么样要保着自己的这个 位置和性命 不要拿自己的身家 去开玩笑 去挑战这个 这个中央全会上面 去跟习近平去叫 那么这个情况是不会出现的 那么第二个是在这个会议上 要不要 宣布 这个处分一些人 逮捕一些人 这个 我觉得也是没有太多可能性的 就是他要处理的人 在日常的 所谓的中纪委的各种 公告里面 拿下来的这些人里面 都已经 显示过 他日常的这个 威望 他做这个 系统性的倾诉 是为了维护他自己的那么这么一个统治 为了自己的宝座能够坐稳 现在他终身制已经达到了 场面上的对立面 一个不留 基本上现在剩下的这些人都是唯唯诺诺 不敢出声 才能够 留在目前的这个中央委员会的这个 对 那么所以 在这个会议上面在提出的这些东西 我觉得是可能性不大的 之所以 一年半来 这个会屡次的难产 升不下来 就是因为 小平博士说的 这个经济问题 已经是他的 这个 非常头疼的 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你每况愈下 拿不出来政绩 跟美国的这个贸易战 久绝不下 你所以 这个问题呢 你说开会 解决什么问题 他只能拿一些不疼不仰的什么 社会主义 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体系 是啊 我觉得这都是 我觉得这都是误虚的东西 对 我觉得 最实质的东西还是权力斗争啊 人事调整啊 或者说是 所谓一个 比如说 类似于像这种和美国的这个贸易战啊 现在我觉得 呃 待会我们会谈到嘛 呃 您说的这些 又开始讲条件 嗯 哪一样他都拿不出来手 哪一样都不能在这个会上去讨论 而且也没有人敢提反对意见 所以那个 是一个场面上的过场 纯粹 纯粹就是一个 而已 呃 我一向都认为 他这个中央全会都 到目前为止 因为他已经解决了所有的政治对手的 这么一种情况下 在一种非常 树杀的气氛里面 没有 人可以自由发表意见的这么一种空气里面 所有的会议 都是走过场 都没有 没有任何的看点 没有任何可以去 引起人兴趣的这种地方 那么另外一点 我就说我对小平博士刚才讲的也提出一个反对意见 小平博士刚才 呃前面讲的我觉得非常的正确 就他讲这个中美贸易在这一块打到目前的为止呢 就是导致中国经济 非常低下 给了这个习近平 内外交困的这种压力 是非常明显的 这一点我是 非常认同 但是另外一点就是小平博士讲 所谓的第1阶段协议 这个刘鹤是带着成绩 回去了 他们就大大松了一口气 完成了个任务 可以在这个市中全会上面拿这个成绩 来作为这个眩一号的资本 这点上我是 有 不同的看法 如果我们翻开 这个 目前达成的所谓的第1阶段协议里面 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值得 这个炫耀的东西 也就是本来是 川普的一句话 说我要对 这个百分之 已经 对2500亿美金的这个 商品 关税从25% 提到30% 加的5%呢是在10月15号 就开始生效 唯一美方的这个所谓的协议 拿出来这个就是15号 我不加了 而不加的仅仅是 川普 在之前提前声明了 也就是说我收回了这句话 我收回了这个 那么其他的 并没有任何的 改进 我们可以看到他协议的其他的 集点 包括知识产权 金融 市场开放 包括汇率的稳定 都是美国 以前一直提出来的要求 所以 但是现在呢 你说 但是我在这点呢 我倒是赞同是 小平的这个观点 就是说 的确这次谈的 应该说让中共 还是有收获的 那么 而且他说的买400多亿 500亿美元的农产品 到现在呢 应该说也还是 纸长谈兵买了一些 那么但是至于到底买了多少 目前呢 实际上昨天这个 外交部发言人也有所透露啊 比如说2000万吨的大豆啊 70万吨的猪肉啊等等 那么这些东西呢 我觉得 一方面呢 也是中共需要的 再一方面呢 这些东西还远远达不到 400到500亿美元 那么就说这个东西 就是你 川普 说了啊 10月15号 12月15号两个节点呢 要把25到 升到30 那么这两个 两件事呢 至少你现在不做了 而且不做了呢 我现在买的东西呢 也都是我需要的 本身这个中国这个肉价也就高的离谱了 现在 所以说拿这些东西呢 来平一下物价呢 也是 对中国也没什么坏处啊 所以就说他本身也没有什么大大的损失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 至少避开了目前的马上就是磨刀霍霍的这个刀就要这个放下落了啊 那么这样的一种局面 那么这就为他提供了一个空间活动的空间啊 也就让他呢有所喘息的这么一个机会 我是这么看的哈 但是这个问题你要从两方面来说 你说一方面来说就是我同意您说的就是商务部的中国商务部的发言人说我们定买了美国2000万吨的大豆 然后还有这个七十万吨的猪肉 然后七十万吨的小麦 对 七十万吨的高粱 十三万吨的这个棉花 那么这些数字我们可以不相信他 我们可以质疑他因为这个中共 的不断的这个违反诺言 违反承诺 翻手为云 覆手为语的这么情况 我们是 对他的这个信用我们是不报 什么太高的评价 但是我们有资料 就是 显示 美国农业部公布的这个数字 显示从九月份 川普总统打算 宣称把这个 美国的这个对中国2500亿美元的商品从 关税率从25%升到30%之后 中共 一改过去的这个强硬姿态 从美国 一个月之内进口了 350万吨大豆 这个是已经付过钱 马上要付运的了 就是我 我倒不是 我并不质疑中共 这个外交部 商务部所说的这些数字 我是觉得呢 就这些数字还远远不够 达到这个400到500亿美元 因为川普他是他现在是在白宫他当着刘鹤的面就已经是一直在念叨这个400亿500亿嘛 那么就是这500亿还远远达不到他就说这后续这些购买呢他完全可以继续停 保持暂停 买了一点又暂停 对啊 所以说这个东西川普也没有完全拿到他所想要的东西 所以说双方的 嗯嗯 您说 我们是 一方面看他的态度 看他口头的表现 我说的意思我们要看他实质性的进展在什么地方 你川普不管他是大嘴巴也好 不管他是这个笑里长刀也好 不管他怎么样高调的每次当谈判他都说我谈得很好很好 实际上 关税是在一次一次的在加 我们要看到实际的结果是什么样 就是从9月份到 10月5号 这一个月里面 中国已经实际上进口了350万吨的大豆 这是已经交钱并且复运的 就是远远超过正常年份 就是中国进口大豆的这个数量 那么这表明了一种态度 就说美国实际上 川普已经拿到了实惠 川普对他的农业选民 对他的农业州对他的票仓 已经做出了一个非常实在的一个交代 中国当然是需要 美国的 这个 农产品 刚才讲的是大豆 那么在猪肉进口了13万吨 这个具体数字是从 9月开始到10月5号 这么一个月里面 那么中国的猪肉已经涨到了这个 历史的这个 这个这个高点 对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中国老百姓 这个非常需要的这种主食 主要的这个蛋白质的提供的这个 源泉 就是猪肉 中国每年大概需要消费5500万吨 那么就猪肉 在这种情况下 他现在猪肉到这么一个高点的情况下 他进口了13万吨 这也是实实在在的 美国农民 拿到手的 不管川普 嘴里面说什么 下面做什么 我们要看他实际得到了什么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 中共 一直高调的 要跟美国 对抗到底 说我有 很多的 可以反制的措施 一项一项拿出来 到最后 实际上 他还是要向 美国 认怂 而且是拿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 来进攻美国的农产品 这么一种 前距后攻的态度 也让中国政府 实际上是打了自己 非常响亮的一个耳光 前一段时间 我们 还 还可以听到他说贸易战打到现在 越打越舒服了 那么实际的结果 是现在自己 往自己的脸上使劲的 打了几八斤 但是我认为 我并不 想说认怂是一件坏事 我觉得认怂 是一件好事 当你确实你的农产品 在全世界范围都找不到一个能够满足你的 这么一个国家供应给你 你还去跟他打贸易战 在这个时候你认怂是一种正确的态度 是一种对中国老百姓负责任的态度 只不过是在这个时候 否认了你以前的那种 高高在上 一切都不怕 然后 像一个 不怎么 好意思的 女人一样 嘴里面说的不要 但是你身体又慢慢的又贴上去了 这点是 非常非常的 这个 让人看不上的这么一种结果 欲聚 这叫什么欲聚怀迎 对 那么就说 一月三五月 迎风万开 佛强花影洞 仪式遇人来 那种高兴 那种这个 一于言表的那种 隐当之情就表现出来了 所以我认为就是在这个贸易战里边 美方 一直的保持着一种胜利的姿态 他也不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不取胜 因为 对他来说 他在贸易战里面 他是 纯粹的这个 逆差 而中国是 顺差 大家 在公平的原则下边 你只要把 顺差 适当的削减 就可以了 你完全没有必要 去给一个你最大的金主 去叫板 你这样你根本是看不到胜利的那种希望 所以我认为 回到刚才的话题 如果他认怂 或者说 做出一种实际的表现 才刚刚回到一个起点 但是远远 还达不到说他已经获胜的 或者说拿到他满意的成果回去 他是不得已而吞下了自己 以前那种雄心万丈 要颠覆美国打掉川普票仓的 这么一句诺言 他又一次实言了 又一次失败了 谢谢 好的 好 谢谢卢先生 那么 这个话题有时间关系呢 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就进行到这 那么稍后回来我们继续今天大新闻 谢谢